杨总啊我也尊称你一生杨总 你是我刚刚就是我来这白天呢 我让我的这个助理呢去尝了一下 咱们呢可能还是有点挂钩的 你也是做服务品的 我自己也是做的 你可以去尝一下 我叫蓝蓝 我们的品牌叫搜搜力 啊搜搜力 我是搜搜力的品牌的总负责人 我的业务很多 对不对 你做什么 这个我不关心 我跟文费的事情 我自己下约 没关系 来那个小刘 你这样子 你打个电话 跟这个那个 我们的那个招商部那边的人说 就是管代理商那一块 代理那一块 对 去跟他讲 我们公司和山东那边的 杨氏集团旗下所有的合同 合作 供应链 全部给我切断 你跟马上叫人安排去做 好的 现在就在联系 杨总 你等一下 你看一下 你会不会收到信息吧 你等一下 你是王费什么 姐姐 杨氏集团 你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 你不要乱来啊 这我跟杨氏集团 直播间 五千个家里面 那个手机马上开始抢了 还有七秒钟 快去抢了 你不要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 来那个杨氏集团 很快就会解决的 我告诉你 很快就会解决的 那我 我等了 我等 山东那边 对不对 你不要 在山东去湖港 我告诉你 你不要在山东湖港 你到成都来了 你这在成都 你不要在山东去湖港 我呢 是全国 来来来 杨总 你一个星期过后 回来给他解决这个事情 那不好意思 我等不到 如果今天你不给我解决 那没关系 明天你就会收到 所有的这个通知了 你不要欺负 他是这个年轻人 没有什么经验 你自己 你在用在他身上的 这些手段 我都一清二楚 如果说你 没关系 你不是欺负的 我告诉你 你知道姐姐 这样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给你说一下 本来这个公司 是张总介绍我 当时王菲遇到困难 我融资金来 占大股东 对不对 我来帮助他的 并不是我把这个公司搞垮 我来搞他的 而且张总这个人 我告诉你 张总这个人很坏 他两面派 我告诉你 你不要管 来来来杨总 你不要 他是指了我要死王菲 我告诉你 你们的 你们的关系我不管 当时当初他的公司 为什么出现问题 我想你自己心里 心知肚明 到底是出现了什么事情 我全部今天 我全部查清楚了 反正没关系 你用在我弟弟身上的 这些全部的 这些套路手段 我全部还给你 你这种也就对付 我弟弟刚出来这种 就是刚出来 做这个事业的人 你遇到我 你试试看 你这个东西 在我身上有任何作用吗 是不是 没关系 那你就这样子吧 我直接 对啊 来你到时候安排一下 反正跟山东那边的 所有的这个合同 所有的公司 全部切断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听我说 这事你听我说 山东这边 你不要去查手 山东 对不对 成都的事情 成都解决 对不对 就得成都解决 我弟弟的事情 不管是在哪里 那就是我的事 今天你本人不过来 那我就这样子去处理 我跟你谈了 我先 我已经跟你讲的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相信你也听得懂 我说话 咱们都是中国人 对不对 你自己不过来 现在 那我 你如果说 你非让我 采用我自己的手段 那就不好意思 有句话 我们商场都有一个叫什么 先礼后兵 我不是说 一开始就这样子 对你的 对不对 我跟你好好讲了 你不停 那不好意思 那咱们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弟弟的山东来 对不对 在山东来 我挨打的事情 怎么解决 你不要管 现在不聊 因为他的粉丝打了我 没有 这过去的事情 我们不说了 我们就说 这个当下的问题 当下的问题 当下的问题 我告诉你 这样王菲 现在你不要激动 也不要冲动 给你姐姐说 我看 我一个礼拜 回来 然后我坐下来 你姐姐在这里 我们来导致 你这样子 一个礼拜 我们说不行 他说 家人们 他说一个礼拜 你们说行不行 好 再见 一个礼拜不可能 家人们 他是 开什么玩笑 一个礼拜 家人们 你们说行不行 你们说行不行 一个礼拜 都说不行 我刚刚走进来 看你那里 他那里 那个仓库堆的 你堆的那个货 是什么货 那货 我们这个公司 仓库里面 还堆了300万的货 但是 他只要把那250万 给我了 这个公司 全部都给他了的 都是属于他自己的 属于 反正这个公司的一切 都属于他 属于杨祖的 问题是 他没有给你 剩下的那250万 对 没有给的话 这个事情就还成不清 那就 那你还在等什么 他这种 你都跟他 我跟他好好沟通 他不理 对不对 那就甩货呀 把他话都给我散掉 全部丢掉 拿去送人 你也不能让他去赚 家人们 你们支不支持 现在我们做的任何事情 杨祖在直播间说 不要杜瘫的 都心 不要动他的东西 那我就得动 他自己不来吗 我那家人们 你们支不支不支持我 强制执行 支不支持 家人们 支不支持 什么都支持 你不要太心 我跟你说 有些时候 你该 该硬气的时候 要硬气 你不要老是想 人家帮助 当初帮助你 为什么帮助你 我今天白天 是不是跟你讲的 清楚楚 你公司遇到问题 就是他搞的 他就是想来 融资 融到你的公司来 为什么 意思就是 一开始我遇到的位置 全部都是他制造出来的 对呀 然后他才寄入寄来的 对 只要他一开始 第一天 我们热食都不是巧合 都是他极其策划的 哎呀 他们这种套路 我们看的太多了 商场上面 看的太多了 家人们 你们知道吧 他 我弟弟小飞 他就是太年轻了 他要是我知道 他是这个事情 他 你说你一开始 公司有问题 你不跟我讲 我以为他就是 一帆风盛的 顺风顺水的 公司搭理的 井井有条 我也不知道 没想到是这种 出了这么多 里面这么多事情 结果还搞一个公司 搞几个股东 你说有几个股东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会做的好 是不是 确实 指揮家人们 咱们现在才想起来 只要这个杨祖 介入到咱们公司 来了以后 咱们就没有 事情顺过 对不对 家人们 以前杨祖 没有介入到咱们公司 来的时候 咱们 也没有会 想到公司正常运作 只要杨祖 出现的那天 咱们公司 就一直是一直 到补税 到现在 对不对 现在姐姐这么一说 原来 杨祖的介入 杨祖的 进来 都是他 继续策划出来的 全部一步一步 给我 做了限级 让我跳的 我现在才明白了 你看全部都是 是不是 全部都是 都是这样子说 他说现在 直播间 他说 在直播间打字 说是 等他七天 七天以后 他到了之后 再说 你家人们 你们说能等到七天吗 他七天 他想干嘛呀 让我们不要度他 不要度公司的产品 那我就动 那我就动了 我给他 让他们 家人们 你们支不支持我 动他的东西 支不支持 支持大哥 支持 支持 你不要老是想着 这个这个 啊 跟你合作那么久 怎么样啊 都是东西啊 但人家不容易 你想想你自己 他觉得你容易吧 人是可以善良 但是你也不能善良过度 弟弟你知道吗 你就是缺这种手段 全部支持 那怎么动 怎么动 来 我看他那里 那好东西 那个人参什么东西 拿过来 好 我去拿 全部都吃 都说不等啊 还等 还等他 等他七天过来 等他等到猴年马月啊 花多谢了 哎 家人们 这样子 那个扫地 那个这个嘛 什么那个 小黄牙电煮锅 给我发 家人们 有手机 有这个电煮锅 我会不定时的 给你们发福利 这个是直接 还有 直播间叫人们 安排手机啊 那肯定啊 现在发一个这个电煮锅 小黄牙电煮锅 给我准备 来 三二一 准备 给我发 发 发好了 不停啊 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 我就让所有人 所有支持你的粉丝 全部 干嘛呢 全部 都有这个 都拿到福利 拿到东西 我也叫人们啊 姐姐他们的话 不愧是老江湖 真的 做事手段 都是雷提手段 你又给大家安排了 那个什么 小黄牙电煮锅 他又给你们安排了 这个电煮锅 电煮锅 是不是 电煮锅 咱们准备一下 你们啊 你们直接抢就行了 你把那个人参油 拿过来 他不用你们给钱 你们直接在小黄牙 里面啊 那个附带 你们抢就行了 这个我手指 这个方向 咱们准备 所有家人们啊 刚才啊 给大家安排了手机 现在又给大家安排了 这个电煮锅啊 你们自己啊 点开抢就行 一费钱都不用付 谁抢到就是谁的 一会儿抢到了这个电煮锅 他说 又要给你们安排手机 刚才那个手机 谁抢到 明天啊 就给你们发货啊 一会儿又要给你们 安排手机了 直播间家人们啊 姐姐啊 做事什么都值得我学习啊 他是我们全家人的 一个 骄傲的 你 我都说了 你公司的事情 跟姐讲 后面给你去安排 怎么样 知道怎么运作都可以 人参咯 不是 姐姐 其实这个 他这个东西不能乱动呢 这里 这里开 为什么 他这个东西不能乱动 因为他这个是一瓶人参水 人参油 人参油 对 他那里面啊 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参的 对 然后他 我给你看一下 他这个姿质和 来家人们看到没有 人参油啊 就是里面有一整颗人参 能看到吗 你这个 我自己做 我们都 就是做的不那个 他这个 哇 这个这么贵啊 你看 1688 1680 他这个 在我们公司的话 是卖到这个1680的 1680啊 那你今天人参 我知道这个东西 我知道怎么弄 人参油 家人们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我们上了年纪 一定要用油去养肤 以油养肤 以油复复 皮肤为什么会长纹 为什么会长 有的人熬夜很重 会长黄气嘛 对不对 黄气很严重啊 肤色不均匀啊 毛孔粗大呀 有肝纹细纹啊 都是因为皮肤的营养没有到位 而且你的毛孔通道没有打开 油就是打开毛孔通道的 洗完脸第一步用的就是这个 去黄气 补水保湿的 这个 你这个要怎么弄啊 他这个太贵了 他这个咱们这样子 这样子给撒了的话 你看他又在主播就说 不要动他的东西了 那我非要动 家人们你们说动不动 还说不动啊 那我就怎么样的都来动一下 这个有 动不动家人们 你们说了算动不动 动是不是 全部都动 人生有要不要吧 你就说要不要 你跟家人们讲一下 这个到底什么作用 他是那个皮肤 滑皮肤黑 皮肤没有光脂肚 找周围的 都去用他 他里面有一个人生 人生 人生的话就是雅夫 对 人生知道肚子里面补充 他里面是有一个人生 看到没有 一整个人生 一匹 每一匹都有一个人生的 然后 怎么弄 他这个有点贵 1688 我们这里1688一匹 1688一匹 家人们都说要 对不对 那你今天肯定不能 1688呀 这个成本的话 我估计也就 七八百块钱吧 人生我觉得都很贵 你这样子 家人们你们说打几折吧 打几折 打几折 在那扣出来 打几折 家人们 都说想要 都说想要 直接 这样子 你说啊 这个东西你的 家人们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换 这个叫什么 直接给他甩掉 我看他什么时候 打电话来 他如果再不打 我就接着去动 全部都要动 我跟你说这种人 你已经给他什么了 很仁义了 很道德了 但是他 给你 不要脸了 你这种 你有什么办 又打电话过来了 又打电话来了 打一天 其实不可能的 就是我姐姐的意思就是 你今天必须来 不来的话 他把这些 咱们公司里面最贵的 这个人寿油 直接直播一下 全部九块九 给你买了 我的意思 我姐姐的意思 九块九啊 这个现在 你这样子跟我说 我没有啊 你要到现场来 跟他说 他现在 已经在中间间了 你再不来 他就直接安排上了的 你来不来啊 七天不行 他的意思就是 现在马上到 他说不要动他的东西 他要七天之后才能来 那肯定那是七天 家伙们你们说 能等到七天吗 肯定不行啊 今天这样子 来你跟我说 直接抬个价 能打 将那个运 助理看一下 能多少钱 上车 好的 我可以哦 一块钱行不行 一块钱的话 一块钱 这个平台有空价 这个一块钱上不了 那你给我看一下 能几平 好的 我试一下 一平可以 两平 然后这边显示 可以弄到三平 多少钱 三平的话 可以改到 268 268 但是他这个链接 它是零时的 一分钟 对 268三平 268三平 破价破价 来老弟你说吧 上不上 这是你的东西 上不上 我听我直播节 叫人们的话 杨祖一直说 不要动他的东西 没事 我听你们的 叫人们 我听你们的 上 全部都上 上车 今天这样子 来